大家好,我是特派員薇薇,今天我們又要來開箱哪一家幸福企業呢? 看這個綠色的直升牆就知道他們應該是很重視環境,沒有錯,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雲爆能源。 雲爆能源今天會給我什麼樣的任務呢? 嘿嘿,今天有四道題目要給你解鎖。解鎖四道題目之後,你就可以知道雲爆能源公司有多厲害囉。 這個會不會有點太為難人啦?就有四題,這個字。 不用擔心啦,會有關鍵人物來幫你解鎖的。 天啊,到底有誰可以來救救我? 嗨,我是你這一關的小幫手。 哇,小天使 Aurora。 嗨,大家好。 拜託你救救我,風雲人物這也太難了吧? 我跟你講,它真的是非常有頭有臉,而且非常重量級。 在籃球圈裡面非常有重量級的影響任務。 籃球圈,可不可以給一點提示? 既然籃球就一定跟球類有相關,會在這邊嗎? 會在這邊嗎?我看一下。 球不太可能會在裡面。 是繡球花嗎? 好,那我來找一下好了。 好,請開始。 Aurora,我是覺得你應該給我一些有用的提示。 你們說這個答案遠在天邊自己在眼前。 金籃球? 是不是? 而且上面還寫著一個背號12號。 背號12號? 魔獸! 沒錯! 這當初是我們雲豹能源在掛牌典禮當天。 他特地到我們證交所站台。 才會有經驗價值的耶! 是不是? 感謝Aurora這次的幫忙。 不客氣! Love you! 那我先走囉! 拜拜! 剛剛看了一圈以後發現這邊生的是一間非常年輕有活力的公司耶! 平均的員工年齡大概都只有30歲而已。 不過第二關,報告你知道。 這是什麼樣的任務啊? 我們這邊就要來突襲訪問囉! 要來有一個10秒問答的遊戲。 如果輸了就會有懲罰喔! 這麼殘忍! 好,我們來偷偷突襲一下。 今天我們要帶著我們的筷子手來個快問快答。 這位先生,請問一下你的部門還有可以自我介紹一下嗎? 你好,我是威廉。 我現在是世界開發部的專員。 看你這麼帥,快問快答一定沒有問題。 想要問一下那個雲爆能源四大長官的名字。 張建偉、賴靖麟、廖書銘、還有譚宇軒。 可惜啊!達不到他! 沒關係,我們再去找下一個目標。 咦?不對啊!剛剛他是不是說料書銘? 應該是照書銘才對吧? 對,應該是。 啊!開打! 不好意思喔!答錯了! 好,我們再去找下一個目標喔! 哈囉!美女!可以自我介紹一下你是哪個單位? 叫什麼名字嗎? 我是財快部的Annie。 哈囉!Annie,你好! 我想要請問你一個不是很困難的問題。 請問一隻到我等於一隻到我? 一千! 答對了! 答對了嗎? 那只好給他一個獎勵,就是幫他蒸有。 謝謝你! IG! 謝謝!掰掰! 帥哥你好! 請問你的大名還有你的部門? 你好!才快部的Tiler。 哈囉!你好!請問一下雲爆能源的六大事業部事? 太陽能、李岸峰、儲能、水處理、受電交易、還有一個是在生子能。 六大事業起答對了嗎?答對了!恭喜你! 你看那邊有一個人一直在躲。 那個女生。 越要躲越要長。 沒錯! 哈囉!你好!請問一下你是哪個部門? 然後大名不要再躲了,來! 東城管理部,我是小芳。 小芳你好!想要請問一下,在十秒內講出十個同仁的名字。 好! 等一下!我可以拿通訓錄嗎? 不可以! 好! 趙書名!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哇!這邊的同仁真的是活力滿滿耶! 讓我也整個鬥志昂然的起來! 不過第三關,原力爆發,不會是要我去找水源吧? 不是啦!這一關是要你去找他們的高階主管聊聊啦! 啊!高階主管會不會有點可怕? 不會!他們都很親切而且都很好聊喔! 喔!真的嗎?走! 哈囉!書名總經理! 哈囉!你好! 你好!我是Vivi! 可以請你介紹一下,你的辦公室裡頭有什麼對你別具意義的小物嗎? 就是金鏟子! 哇! 我們真的動途使用的金鏟子,就代表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暗場 真的是順利的動工,也有順利的完工 第二個大家都知道金鏟子很重要的定義就是 包生子! 沒錯!我們有了它之後,我在雲爆生了三個小孩! 真的假的! 真的!生了三個!剛生完第三個! 哇!那這樣如果沒有打算要生小孩的人不能隨便亂摸對不對? 對!所以看誰需要我就會把它移去那個人的位置旁邊 然後希望能夠把這個福氣跟運氣傳染給他 剛剛找完美麗的總經理之後呢 接著下來要去找一位帥氣的譚副總! 哈囉!譚副總! 哇!果然如傳桌中一樣的帥氣啊! 你好!你好! 感覺你是非常認真的人喔! 要麻煩你幫我一起來解任務! 可以介紹一下你這辦公室裡面有沒有什麼 特殊有意義的小物又或者是有特殊的設計嗎? 我自己覺得啦! 比較特別是我們的辦公室裡面都會有一面白板 常常會有同人來一起討論事情 那馬上討論可以馬上有一個筆記有個conclusion 加速這些決定啊!跟運作等等 為什麼你們每個人的房間都有金鏟子呢? 開幕活動啊!或者開工啊!等等 那其實都會有這個金鏟子 那剛好就是也是 對!我們三個人都有三個小孩嘛! 您也有三個小孩! 對! 這麼誇張! 哇!那這金鏟子我想如果想要來你們這邊就是 想要生小孩的話我想這邊的福利應該也是蠻好的啦! 是!我們從今天也是女生所以非常friendly 女性! OK!那我了解!謝謝你!謝謝副總! 謝謝謝謝! 大圓人你好! 哈囉!哈囉! 要麻煩你幫我解任務了! 不會!應該的! 我剛剛看到這個好可愛! 這個是我們當開始成立球隊的第一批所有的球員 那我覺得其實只要是曾經是我們的一員 就是有點像是永遠的家人嘛! 不然那個是他第一次來台灣的戰袍 哇!感覺你非常的重感情! 而且剛剛我們也特別聊到說你們的辦公室感覺非常的開放性 所以是不是你們員工都可以直接就是走進來找你們?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講我們當時這樣的一個設計就是希望說 呃!員工們的寄託往外看所以他的那個視野是很遼闊的 他往世界看而我們的目標是他們 我們希望輔助他們走向世界 所以我們其實把所有的窗戶都留給同事是這個原因 那也都不會有隔閡這樣 門都是透明的! 對!沒錯! 我都不好一直在這裡換衣服! 好!謝謝發言人! 不會不會! 感謝你幫我解任務! 不會不會!應該的!謝謝! Aurora 快樂全員! 可以給我一點線索嗎? 快樂的全員! 顧名思義就是快樂的事! 快樂的事! 對!聽起來有沒有有點隱晦的感覺! 有點神秘!對不對! 而且我們需要小聲一點! 因為快樂的事情現在正在這一間房間裡面發生! 這麼奇妙! 對! 那我現在小小聲的進去囉! 沒問題!請解鎖! 你們在幹嘛? 原來是人之G.D.C. 沒事啦!我在按摩喔! 怎麼那麼好! 是啊! 我也可以享受嗎? 當然!當然! 會!當然! 這邊讓你來用! 上班時間也可以按摩嗎? 是啊! 所有同仁都可以到櫃台登記! 享受到尊榮的服務喔! 哇!太棒了!謝謝! 今天來到雲豹能源真的是收穫滿滿耶! 非常的豐富! 可以看到他們公司充滿了活力! 而且各項設施跟福利應有盡有! 真的是太溫馨!太幸福了! 我們請問老闆的任務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幫你問你不敢問的 幫你講你不敢講的 每週六晚間八點鐘 東風衛視請問老闆